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 几乎一周一次的都市怪谈 这个 我首先提醒各位收听的朋友 能点赞的点赞 能留言的留言 不要沉默 另外我还要提醒一下 某些等着拿这节目 做你自己的公众号的朋友 这个想好了 这一期是原创研究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告诉你 这是原创研究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洗稿的时候多注意点 换一换图 换一换什么说法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开始 1848年 1848年 在纽约 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他们住在海德斯威尔的一个 大房子 这房子其实今天看也不是特别大 当时应该算是挺大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了 不存在了 具体位置是今天在纽约维恩县 阿卡迪亚镇的一个小村 具体是在这 其实就在纽瓦克城郊外 但是就这个房子 当年可是一个出过人物的房子 这可是十里八村著名的一个鬼屋 反正既然是鬼屋 肯定就是一个比较老套的鬼故事 这一家人呢 姓福克斯 这福克斯 家里头一共是三个姐妹 三个女儿 三个姐妹 其中呢 凯瑟琳和玛格丽特 他们两个是二姐和三姐 这一年是十岁和十四岁 他们两个住在二楼的一间 比较小的一个屋子里头 他们家最大那个女儿叫利亚 利亚已经出嫁了 这个时候已经结婚 已经嫁人 那时候人嫁人早 利亚嫁给谁呢 嫁给姓Fish 叫鱼的 嫁给了一家姓鱼的 她现在已经改姓鱼了 Mrs Fish 所以刚才封面那张图片 你看她那上面写着啊 就是这个 Catherine 对吧 这个 然后这个Margaret 还有最后一个写的是Mrs Fish 但是那个 那个其实也是她 也是她姐姐 所以这 景仨就住在这 这景仨的故事呢 其实在我们 有一期专题 叫通灵的秘密 我们在那期专题里 其实已经出现过这景仨了 但是这景仨 因为是 实在是唯灵论里头 最 标志化的人物 所以今天我们把她的故事 顿出来啊 给大家讲一讲 让大家也顺便看一看 因为今天这故事 我们还要给大家讲几个 讲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家 和一个特别有名的 科学家啊 物理学家 都跟这 这景仨有关系 就这一天啊 1848年 三月的一个晚上 全家都已经睡熟了 妈妈在楼下睡觉了 突然听到这楼上 有这个 咚咚 就这个声音 就好像说是 有人在走路似的 有人在那个楼 因为当时那个楼 你看这房子 木头房子 对吧 当时那个楼 楼板都是木头 所以这声音啊 就格外的清晰 而且这走路声音 又沉又重 就绝不像是两个小女孩 说一十岁 一十四岁 像小女孩发出来的 很像一个什么呀 很像一个 体重很重的 一个成年人发出来的 哎呀 于是这个妈妈 就特别的担心 于是她就点了蜡烛 就跑到二楼去 可是到了女儿的 这卧室的时候 她发现这俩女儿啊 都醒过来了 也很害怕 她就问这俩女儿说 怎么回事啊 女儿说呢 说我们听见 这个脚步声 先生在走廊里头 然后门就被打开了 然后那个脚步声 就走了进来 把门关上了 然后紧接着 你就进来了 哎呦 他们俩特别害怕 他妈自己说毛了 他妈是个老实人 特别老实 说毛了 说这怎么回事 他妈就仔细检查 这个屋子所有的地方 就他们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人进来的痕迹 哎 这妈一想 这个小女孩啊 一十岁 一十四岁 这个 哪个少女不怀春 啊 不是不是 跟这没关系啊 就是后来她妈也没当回事 那就是回去 回床上 接着睡觉去吧 就在她打算 继续睡的时候 刚躺上床 那个声音又在楼上 又响起来了 而且这一次 还混杂着 有人拍手的声音 这回他妈有点害怕了 再次来到女儿们的房间 结果发现拍手的人呢 是两个女儿 啊 在那拍手呢 每次这女儿拍手了之后啊 那个咚咚的声音 都会回应一下 就是你来我往 好像就在就像对话一样 之后连续几个晚上 这声音老是在半夜的时候出现 啊 咚咚声 然后女儿们就会拍手 然后这个声音就会跟着这个拍手 就咚咚咚就响 这个奇怪的现象 在这个老房子里头 持续了十多天 这段时间啊 这个父母啊 也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找了牧师 现在找邻居啊 邻居邻居老王啊 邻居老王就过来看 说没事啊 说没事 不知道 然后就找牧师 说找镇上牧师 说您到我们家看看去吧 说我们家这晚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这个牧师去看了以后 说 没事啊 说我也不知道 这啥也没有 后来这个说 你们找警察吧 然后又去找了当地的警长 警长也过来 也看了半天 然后也没有事 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 也没房子周围 也没有脚印 哎 牧师也没发现 说有什么恶灵啊 什么都没有 只是在 每个夜黑风高 月黑风高的夜晚 每天夜里 她的女儿就会准时 开始这个神秘的仪式 试试试试 然后这个事情 持续了十多天 一直到了这个月的月底 三月三十一号 这俩女儿玩出花来了 因为这跟这声音太熟了 因为每天都来嘛 所以呢 这几儿俩 给这名字起 不是 给这声音啊 起了一名字 管他叫斯普林特福斯先生 他们不是姓福克斯吗 哎 这这 管家福斯先生 都姓福 啊 都姓福 然后他们试图用什么呀 用声音来进行沟通 因为这个声音 显然能听懂他们俩说话 然后 他们俩 就告诉这个声音 哎 他们在教他这个声音 你想一声 代表是 嘛 想两声代表不是 之前拍手 是他们俩在试图 编一套 代码啊 编一套这个沟通的方法 结果他们 惊讶的发现 这个声音 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 可以跟他们互动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头 他们就一直 这当然因为之前 他们已经用拍手啊 已经两个人在那 把这个好多字母都编了 但是呢 因为拍手时间太长 哎 不就脑 小孩们脑子不够实 然后这个时候呢 父母也参与 制定了一套代码 用声音的长短和间隔 来表示字母 然后 女儿们就可以跟那斯普林特 福斯先生就沟通去了 几天之后 他们就从这个鬼魂啊 这个嘴里头 斯普林特 福斯先生 他们从这福斯先生 这个嘴里头 就得到了非常详细的情况 原来这位福斯先生 是一个油商 他是在当地来回串的一个油商 他的原名叫查尔斯罗尔纳 不是罗斯纳 查尔斯罗斯纳 五年前他死了 他被一个人给杀死了 他的这个尸体就埋在他们家的地窖里头 杀死他的那个凶手 是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 那个人姓贝尔 可是 他们就 那他们就报警吧 爸爸妈妈就报警了 说有一个叫贝尔 贝尔先生 说他杀人了 然后警察就去找 找这个贝尔先生 结果找着 他真是有这么一个贝尔先生 就这附近 这贝尔先生很老实 他之前确实住在这 他为什么搬开呢 是因为他离婚了 他住在这个事 住在这的时候 谁都知道 因为什么他打他媳妇 左近邻里都知道 他是个名人 但是他比较老实 这个人除了打媳妇 谁也不敢打 所以他搬开这 是因为他离婚了 这房子太大 他租不起了 但是他也没有搬太远 他就边上一个小房子里头 这个人 就是也没有过 什么犯罪记录 虽然就是打媳妇 但是呢 也没有说 这个把媳妇打死 打伤 没有 那就是也没有 没有被逮捕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再加上他本来 他对他媳妇的不好 结果这个贝尔这先生 这位先生 后边整个人生都毁了 他后边的 这个终其一生 别人都说他是杀人犯 都不理他 然后 但是这个 那就说吧 他说你有没有杀过一个叫查尔斯 罗斯纳的人 一个油商 你有没有杀过他 贝尔说 我们哪杀过人 我怎么除了打媳妇 我谁也不敢打 我们也没有杀过人 警方就查 那就跟隔壁的县 市 就查 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叫查尔斯 罗斯纳的失踪者 你们那有没有 结果查了半天 没有 周围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没有这么一个人 可是不是说 那地窖里有 那个罗斯纳的尸体吗 他那个邻居 热心老王 因为老王在他们家出事的时候 第一个冲到他们家来 怕他这个 他这个妈妈出事 怕他吓着他 所以 他邻居 这个地窖 老王就过来 到他们家 帮他们挖地窖 结果还真的就在地窖里头 挖到几块碎骨头 可是呢 把这碎骨头 拿到警察那去 警察当时 因为根本就核实不了 这个杀人案 第一 你没有一个叫查尔斯罗斯纳的 一个失踪者 对不对 没有 第二呢 这个骨头不像人骨头 当时又没有什么 这个生化检测手段 没有什么基因工程 也没法确定说 这是什么玩意的骨头 但是看着就不像人骨头 当时法医看了 说不像人骨头 所以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 没人理 但是这个事 就是说这家里闹鬼 这件事 就让大家非常的害怕 于是呢 这家人就决定搬家 可是房子不是特别好找 尤其是这俩女儿啊 关键是这俩女儿 他们在这个屋子里的作妖啊 是不是 所以 父母就寻求亲戚的帮助 就说呢 先把这俩孩子 搁到亲戚家去 那第一个能指望的谁 就是已经出嫁的大姐 他们 他现在姓鱼了 对不对啊 所以 没有亲戚能同时收养两个孩子 他这个姐夫 脾气也不是特别的好 说这个 哎呀 说这个 本来你家也条件就不好 你说你就塞一妹妹过来 不太好吧 于是这个 姐儿俩就被分开了 就送 因为他姐姐嫁到这个 临近的这个 这个罗切斯特镇 凯瑟琳就被送到大姐家 就跟这个丽雅住在一块 玛格丽特呢 就给送到了舅舅家 就给送到这个舅舅家 但是那个鬼魂 没有离开他们 这罗斯纳先生 一直就跟着他们 这两个姐妹 虽然现在是分别住在不同的两家啊 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听到这个 罗斯纳姐妹 罗斯纳这个鬼魂 轮流去找他们这俩姐妹 就今儿在你这儿 没在我那儿 这让那两家人都吓坏了 他这个大姐 丽雅 现在姓费斯 姓鱼 鱼丽雅 他们家有一个好朋友 这家人 姓邮菊 不是姓普斯特 这对夫妇 跟他姐夫 是长期的朋友 这对夫妇 他们是当地贵格会的骨干 唯灵论者 忠实的唯灵论者 就是迷信 非常迷信 但是这两个人 是当地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人物 就在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 当时正面临着地区选举 他们俩就一合计 说咱们就用这件事情 咱们就达成某种政治诉求 在见过这两个姐妹之后 他们绝对 他们决定 让这对福克斯姐妹 凯瑟琳跟玛丽特 为自己的竞选 造了事 于是 他们在1849年的11月14号 就在这个村里 罗切斯特镇 他们搞了一场 非常盛大的 降临会 这个降临会 是现代意义上 第一场商业降临会 我们在 这个 这个 灵媒那期前后我们讲过 对吧 这个灵媒的秘密 我们其实讲过 这期 这个是 降临会是第一次 人类搞的第一次 商业降临会 收费的 开创了一个历史先河 可以把这个 降临这件事情 公开搞 搞大 搞好 搞得香喷喷的 搞得烟烟烟烧烧烧烧的 而且还是为了政治服务 这场降临会上 就是很多当地 你想 那都是选民啊 对吧 都是有点身份啊 对吧 都是这个 这个当地村里 什么什么 这广亏啊 牛 刘能啊 赵四啊 都是老少爷们 都有点头脸的 才过来参加这个降临会 就很多人问啊 就说 哎呀 说 这 这个 接着这个罗斯纳先生 听说你死了啊 那我们问问 死后这个事情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个事 就向大家宣扬了 唯灵论 对吧 因为贵格会嘛 对吧 然后废奴主义 当时还没打南北战争 然后妇女权益 平权 很多新概念 说这其实才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 我们很了解这个 因为我们见过上帝 对吧 反对这些 你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了 用今天这眼光看 这场政治造势 就是比较粗糙 但是呢 不得不说很有创意 因为这个表演 一下就轰动了全世界 一下就传遍了全美国 当时的世界 是美国和英国 就是这个英语世界 说的是英语世界 这个消息 一旦被这个英文的报刊给刊载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在现场看过降临会的人 觉得太震撼了 这两个女孩 就坐在那个座位上 然后呢 他们什么也不动啊 然后呢 这在场的观众 就问这个 这个鬼魂问题 鬼魂就会用 这个咚咚声 就能回答他们 他甚至能回答 现场观众提问 说这个 谁 老孙 你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下 这个铁路债券 你有什么看法 你们那边怎么处理 这个铁路债券的 你这个铁路债券 这个问题啊 现在有亏空啊 这个可能在未来的20年内就会倒闭啊 这个现场挺非常的热烈 大家最开始问的都是这种问题 就是问的都是这个实质的问题啊 说这个 你们那边有没有消息 这个通货膨胀啊 你们那边这个这个钱币怎么管理的 大家问的都是这种问题 但是后来大家就上升到什么 就是宗教意义 因为他死后世界嘛 大家都对这死后世界特别好奇啊 对不对 然后踊跃跟这个罗斯纳沟通啊 说这死了那边什么样啊 那边能能娶媳妇吗 那边媳妇也要聘礼吗 那边我娶媳妇没房子 能娶着媳妇吗 就是也也问 然后罗斯纳也用简单的这个语言 回答大家提问啊 要房子啊 不能娶啊 也也这个彩礼80万 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 回答大家提问 这次演出之后 全美国都给这个福克斯姐妹 发来了邀请 希望你也能到MZ嘎拉的 办一次降临会啊 1850年 他们就在纽约 办了第二次降临会 很多社会名流啊 比如说 当时纽石的第一任总编啊 这个威廉布莱恩特 著名诗人 还有这个美国海军学院的创始人啊 班克罗夫特 然后还有跟爱伦波齐名的那个作家 这个威利斯 这些人都是去参加过这次降临会 在这之后 全美国引发了一场模仿风潮 之后的几年里 越来越多的人说 哎呦 我们也能跟灵魂交流啊 我们 他们这 我这也敲呢 我这也敲呢 我这也 所以凯瑟琳跟玛格丽特 很快就成为了著名的灵媒 为数以百万的人举行过演出 很多人都去看 那当时在美国就是一股风啊 很多早期的这些会议 就是大家问的问题 真的就是这种问题 就是都问的是现实的问题 你就是那什么什么股票啊 那这将来是涨还是跌啊 就就都是这样的啊 那个下期的乐透是什么号码啊 大家问都是这种问题 然后或者问一问 这个哎呀 有一个有一个男的姓蔡 长得特别奶 会打篮球 我爱他他不爱我 我认识他不认识我 我能不能跟他有真正的爱情 然后就问都是这种无聊的问题 但是随之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节目越来越多呀 就是这个沟通就越来越深入啊 大家太想了解 就是说死后 说这个什么天堂是什么样啊 地狱是什么样啊 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啊 上帝长什么模样 大太想了解了 就就是问 于是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商 也当然也是这个政治家啊 这个霍拉斯格丽里 霍拉斯格丽里 就帮他们介绍活的 哎就说那你 那你们反正 都陪你们进入到上流社会吧 很多的人都想都想问一下 对不对 所以就让他们往那更高的社交圈里头前进 但这个时候 他们没有身边没有家长 对吧 过早的名利 就使得这两位年轻的女性 开始酗酒 这这时候他们才十几岁 就开始酗酒 这就让他们之后呢 生活非常非常的糟糕 就在这两姐妹一炮成名啊 之后 丽雅的丈夫 于先生 就在这一年 1850年 就自觉的去世了 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寸 就自觉的就去世了 这时候 这俩妹妹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广泛的成功 又有钱 又认识那么多名人 于是 姐姐丽雅 很快就通过这两个妹妹的社会官 就找着一个当时华尔街银行家 就当老公 然后三个人就组了一个三人组 这是表面的故事啊 之后再告诉你 这事实真相是什么 三个人组了一个三人组 到处巡回 就开始在全美国办降临会 两个妹妹上台 丽雅在这个下边做助理 给他们做助理 然后跑外联 跑外宣 跑经纪人 就这生意就红红火火的就开展起来了 三个姐妹也挣了不知道多少钱 迅速就沉迷在这个奢侈腐烂 肮脏下流的资本主义物质享受中 染上了非常严重的酒瘾 还嗑药 到了1852年 这离他们成名 其实才四年的时间 玛格丽特遇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著名的探险家 伊雷莎凯恩 凯恩当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是骗子吧 你们三个人是骗子吧 你们那个大姐 这个丽雅 这是两个姐妹啊 说你们这个大姐 怎么看着像是在搞诈骗 那用你们俩搞诈骗 因为他们俩相爱了 这位凯恩又特别有冒险精神 他是个战斗英雄 他就想把这玛格丽特 从这多人里头解救出来 你别骗了 玛格丽特也真爱这男的 后来就最终就受到他的影响 然后退出了三人组 福克斯姐妹这个将领组合 也就暂时宣告解散 反正当时玛格丽特 是挣了好多的钱 他有的是钱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 他是有钱了 但是这凯恩 又是战斗人名气特别大 家里是军事世家出身 又是战斗英雄 又是个著名的探险家 他真的全美国 特别有名的探险家 可是这人竟然是个穷光蛋 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穷光蛋 他的所有的探险 都是一个叫 简弗兰克林的女人资助的 这个女人是一个英国女士 这个简弗兰克林的老公 也是一个探险家 他是澳大利亚殖民 这个土地管理局局长 这个人是有官位的 但是他太热爱探险了 他就在这个澳大利亚 他刚开始在澳大利亚探险 后来结果控制不住积极了 澳大利亚无法满足自己了 他就想去北极探险 那个时候传说北极有好多宝藏 有人类的发源地 然后他就想去北极探险 于是1845年 他就组织了一个北极探险团 一出海顺利的就失踪了 就再也没回来 因为这简弗兰克林 这老公还有这简弗兰克林 他们俩在澳大利亚相当的著名 结果他这个老公一死 他就有点那精神失常了 他就偏执的认为 他那个丈夫没有死 他肯定是到了北极 然后到了某个地方就藏去了 于是他就 反正他有钱 土地管理局局长 你想想能没钱吗 他就用了丈夫留下遗产 他先后组织了七次北极远征队 凯恩曾经是美墨战争里头的战斗英雄 他们家就是军人世家 然后开国元勋 他们家他爷爷是开国元勋 他也是美墨战争战斗英雄 于是这位凯恩他就主动提出 说要不然我帮你组织远征队 帮简弗兰克林女士组织两次远征队 结果他就真的帮他组织了两次 就七次远征队里有组织 两次是他组织 他当队长 然后带人去北极 第一次去 啥也没找着 也不是说顺利吧 也不是说不顺利吗 啥也没找着 第二次去是在1855年 结果这次去就出事了 他老公是没藏 没发现他老公藏哪 他碰上冰面塌陷 弄一坑里的好 一群人在这坑里困了83天 好不容易带着手下 剩了一口气逃出来了 但是大部分人染上了汇居 汇居病 然后他逃出来之后 他还跑回 他还跑到英国去 找简弗兰克林汇报工作 说我们很遗憾 什么也没找着 没找你老公 我们穿上把命料 下次再说 汇报完工作以后 因为坏区太严重了 他就想去热带 结果他就跑到汉马那去了 他去汉马那 古巴就去疗养去了 可是一到汉马那 又染上了热带病 结果1857年的2月16号 顺利的死在了汉马那 当时他死的时候 因为他太有名了 因为太有名了 太监家了 所以美国人民受不了 他当时也是话题人物 自发的就纪念这位 勇气可嘉的探险家 送葬的队伍特别长 他的灵就到了费城之后 那个送葬都特别长 据说啊 仅次于林肯的葬礼 参举的人数 就这么火啊 这个人 你看他死了 可是他去世之后吧 谁也没有想到 他是真没有钱 就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这么有声望 他没有钱 他钱就可能都 都折腾那点探险去了 他没有任何遗产 所以很快 玛格丽特就没有钱了 对吧 他虽然是挣了不少钱 但他很快就没有钱了 于是这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 但他都必须还得出来挣钱 是不是 所以他又没办法 他又只能恢复 作为这个灵媒的活动 可是这个时候 出了一问题 就是凯恩当时 娶他的时候 是公开说 说他们是骗子 他要解救玛格丽特 这件事情 全美国都得念 他那么有名的人 而且玛格丽特 也嫁给凯恩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像公众 已经证明了说凯恩的结论是对的 就是说玛格丽特 是他们三个是骗子 然后玛格丽特是被逼的 被骗子 对吧 然后现在我嫁给凯恩了 这不就说明 你承认了吗 更严重的是什么 当时已经有好多的人 已经提出各种各样的证据 说你们三个人就是骗子 其实就是欺诈 这些证据 我们放到最后再说 我们先不说 留个扣 那既然有问题 那你说谁还能找到做降临会 上流社会又不傻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想再去给那些上流社会 做降临那是不可能了 因为已经都知道你是个骗子了 所以他只能接一些什么 就是什么象牙山村这种级别的活 就是唱个堂会 什么乡村级的活 勉强胡个口 因为他在1852年 他离队了 三姐妹这个时候已经破裂了 已经产生严重分歧了 到了1871年的时候 凯瑟琳也跟丽雅 也跟大姐闹翻了 原因是什么呀 收入直线下降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骗子 他们也接不着什么活了 对不对 而且丽雅抽的成 太高了 不分给这个凯瑟琳钱 所以这凯瑟琳一生气 他就跟这丽雅也闹掰了 跟大姐闹掰了 然后他独自出走英国 到了1872年的时候 他也在英国认识了一个 顺利的认识了一个大财主 伦敦著名的大律师 法律学家 詹肯 从此过上了 不用再去骗钱的幸福生活 到了1876年的时候 玛格丽特丧偶 实在是混不下去了 穷困潦倒 于是就给这凯瑟琳写了封信 承认了错误 妹啊 当时是姐不好 不过也不怪我 这都怪咱们大姐丽雅 都是她不好 她把咱们俩骗了 然后凯瑟琳就给她回了一封信 挺高兴的 说没想到过了这么长时间 你还能联系我 说我还是很想念你的 你说的对 就是咱们大姐是坏蛋 其实咱俩都是无辜的 然后两个人就兵释前嫌 然后凯瑟琳 听说马格丽特 混成那样 在美国混成那样 说要不然你来我这吧 我刚加一大款 贼了有钱 来吧 你在我这住 贼了有钱 我们这已经生孩子了 生活很稳定 于是1876年 马格丽特就坐着船 就去英国 就找她妹妹去了 投奔了妹妹 这对福克兹姐妹 又跑到英国去了 可惜啊 好景又不长 这张肯 著名法律学家张肯 身边你说无缘无故 多一大姨子 对不对啊 可能是太操劳了 长得也挺狗狗 挺丢丢的 这可能太操劳了 操劳过度 1881年得了一场重感冒 就死了 结果就给凯瑟琳留俩儿子 这你想想老头一死 他一死 那家里经济情况迅速恶化 因为这俩姐妹花钱都大手大脚 他们那十几岁就成名了 是不是啊 天天就是酗酒 花天酒地 所以迅速他们家就陷入赤贫 福克兹姐妹 你说从美国 穷到这个英国 哎呀 又穷困潦倒了 但是他们当时引发的这个社会狂潮 没有衰减 唯灵论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一个信仰之一了 虽然唯灵论 我们之前在这个灵媒的秘密 那个那个专题里都给大家讲过 它的历史 就是但是唯灵论其实很难定义的 它其实是一种复合信仰 就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就是什么 就是相信人死后那个精神 可以存续 对不对啊 感谢斗鱼咖啡 感谢斗鱼咖啡的大肥筋 就是相信人死后那精神可以存续 可以留在可以跟现世的人这个沟通 可以通过灵媒沟通 具体你可以听那期通灵的秘密 你听那一期 福克斯姐妹这件事 虽然他俩不行了 但是他们启发了很多人 就大家就开始纷纷的效仿 举办各种各样的这种收费降临会 这其中干的最有名的 是一对兄弟 达文波特兄弟 达文波特兄弟就是这里头 干的最好的 抄的最好的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合 那现在流行歌舞组合 练习生组合 当年流行通灵组合 社会狂潮 达文波特这个组合 他们是从1854年就开始搞了 你看就跟福克斯姐妹 他们出名没差几年 对不对 福克斯姐妹 他们听了福克斯姐妹这故事之后 达文波特一间就开始找媒体爆料 说我们家有俩孩子 俩孩子 兄弟 他们也有这能力 他们也有这能力 我们家也有类似的鬼魂 也咚咚咚的 他们的父亲就开始替儿子 作为媒体发言人 天天把媒体叫过来 向媒体投稿 找媒体过来采访 说你和我们家 昨天晚上刚闹完 他说昨天要吃西瓜 敲了半天要吃西瓜 当时老达文波特 他在村里头有一个好友 叫威廉费一 威廉费一 这哥们是谁 这哥们是远近文明的一个魔术爱好者 他们家住的布罗法村 不不是 布法罗 就住在这地方 对变系法 自身魔术爱好者 然后他还认识一人 这人是唯灵论的一个信徒 忠实信徒 这一笔福克森 他还是个博士 然后这博士跟这变系法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搞一块子 他们俩的关系特别好 然后威廉费一就找这博士 说我朋友家 有一孩子 有俩孩子 俩孩子能同龄 哎呦 这福克森博士就特别感兴趣 他信仰这个唯灵论 对不对 他说这个 搞过来 我看看这个两个小男孩 好不好 让我让我看一看 哎呀 两个小男孩 脱衣服上 叔叔看看 不是 然后福克森对着他感兴趣 说那得了 既然这个福克斯姐妹可以干这个事 咱们达文波特兄弟为什么不能干 所以福克森就介绍 就找了好多的这个名流过来 向大家保证 哎 你们接下来看到这段表演啊 这肯定 这是真的啊 这经过我本人亲自验证的 我福克森验证的 你还不信吗 对吧 那贝克汉姆都是我挑出来的 不是 不是那个福克森 就是我是真诚的 所以他当时声望也挺高的 很多人就信的 哎 就相信说达文波特兄弟确实可以通灵 达文波特兄弟这通灵是怎么通的呢 就特别简单啊 你们看一装置啊 就是一大盒子啊 像个大衣柜是 这大盒子呢 从中间隔开了啊 有两个板 隔成三个隔 中间那个隔 里头是乐器 边上这两个隔啊 这边做 这哥哥那边做弟弟 然后呢 表演前呢 就是找热心观众上来 说你捆我们 你捆我们 然后热心观众上 把他们俩捆在这椅子上 然后把门关上 然后把这三个门都关上来 一关上之后 马上那个音乐就会从中间 那么中间要是乐器吗 马上就会从中间就响起来 还挺好听的 还可以唱 可是当打开盒子之后 哎 兄弟俩仍然被绑在那个椅子上 没有动 哎呀 当时这个 这个 这个可真是 这这太 太时髦了 这这没人见过呀 所以当时目睹过 这有这种表演的人 他觉得 哇 这这中间肯定是通灵了 那鬼谈的吉他 对不对啊 达安波特就靠这个绝活啊 达安波特这个团队啊 就靠这个绝活 在美国就旅游了整整十年 然后还跑到英国去 那个时候英国唯灵论也起来了 然后他们这个叫灵魂贵啊 这玩意叫灵魂贵 就是他们这灵魂贵就引起了当时英国 因为英国还是比较有学术气息的 当时这个英国有一个幽灵俱乐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组织啊 但是我们再详细介绍 这个俱乐部里当时可是一票社会名流和大佬 很多科学家 很多的这个有名的作家 幽灵俱乐部至今还在活动啊 就至今在英国还有 当然现在的幽灵俱乐部就玩一玩 当时的幽灵俱乐部 那可是一大票人啊 这他们就觉得这事挺挺逗的 然后就把这达安波特就说给给你钱 反正我们有的是钱啊 你来建桥啊 当时他们那个会址在这个建桥三一学院 说你你来建桥 我们研究研究你们两个小朋友好不好啊 然后这个两个小男孩 他上那柜子去了 然后一帮老头啊 戴着眼睛上看看小男孩 这小男孩 就是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但是特别令人调诡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幽灵俱乐部调查完了 他到底调查出啥结果了 这个结果幽灵俱乐部没公开过 但是却在后来不经意间 狠狠的推了一把维灵论的发展 就是因为这次调查 但是不知道什么什么结果啊 1868年 有另一位魔术师 也是后来非常著名的魔术师 哈利凯勒 哈利凯勒听说了达文波特兄弟啊 听说能通灵 哈利凯勒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维灵论者 他虽然是本人是个魔术师 但是他本人是个维灵论者 他想干嘛呢 他是想啊 就是说我要真有特异功能就好了 我要真能通灵 我就不用给人变魔术了 对吧 他相信就是世界上可以通灵的 所以这个哈利凯勒就找到了达文波特团队 因为当时哈利凯勒已经成名了啊 当然这个达文波特兄弟团队 一看说你这么大魔术师 你找我这哈利凯勒说 哎呀 我就是想跟你们学习学习 看看这个通灵 要是以后我也学会这通灵 我不用变魔术了 我就直接通灵不就完了吗 很快 他跟着这个哈利 这不是哈利波特了啊 他跟着这个达文波特这个兄弟团队 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就非常的失望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咪咪啊 哎呀 这个咪咪太让他失望了 啊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通灵 但是呢 因为他已经是成名魔术师了 他跟这个大哥费一啊 就是达文波特的大哥 费一达文波特 他们俩人结下了深厚的云 这费一这个人非常仰慕这个凯勒 把他当成这个良师益友 哎呀 非常仰慕他 很快这个凯勒跟这费一就说呀 说反正也 就是你 你想一辈子干这个吗 你要是说你干这个 你还不如跟我走 你跟我学点手艺去 哎 你跟我学学点戏法啊 咱们俩还能到天桥卖卖艺 对不对 你将来还能靠这吃饭 你难道真的想一人干这个 干这个事吗 啊 后来这个费一想想有道理 说得了 我跟着您走 哎 于是这费一就跟着凯勒 把费一给拐走了 两个人就当专业魔术师去了 开始魔术表演生涯了 这你跟不是通灵吗 怎么表演魔术去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通灵 这是一个纯粹的魔术 当时就有一个魔术师 就很多魔术师 看见这玩意以后 说这叫什么呀 说你这幽灵盒子 幽灵盒子 你这这什么玩意儿 这这表演 这叫通灵啊 当时有一个舞台魔术师 啊 他叫马斯凯林 他就说 他说这东西 我告诉你啊 他他马上 他就这个 有一天表演的时候 他就说你们 你们知道 因为他当时名声特别大嘛 达文博德兄弟名声特别大 他就跟这观众说 我可以用 我不会通灵啊 但是我也可以通 这个再现他们这行为 然后就在他的朋友 魔术道具制作人啊 这个叫库克 不是那提姆库克啊 他叫阿尔弗雷德库克 这这么一个制作人的帮忙啊 帮助下 他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魔术盒子 然后在接下来几天的表演里头 向他的观众完美的还原了这个表演 也可以让中间那个响起来 音乐响起来 然后1865年6月 他在最后一次表演的时候 他说什么呀 他说就 这我不能证明什么 达文博德兄弟是骗子 他们根本就不能通灵 那个表演的 这个连魔术都不算 很多魔术师一眼内含一眼 就看出来 这就这样奥妙了 当时这个 这个罗伯特胡丁 也是大魔术师 就努力的想要揭发这个达文博德兄弟 然后他撰写这个 说明 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表演的 然后表演一模一样的节目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道具魔术 最后 这骗局 是怎么被揭穿 彻底为揭穿 是一对业余魔术师 但是很遗憾 档案资料上没有这个业余魔术师的名字 一对啊 两个人 因为费衣不是离队了吗 就是大哥不是走了吗 弟弟这威廉啊 因为达文博德兄弟 这个节目得有两个人表演 得会乐器 要不然那怎么表演啊 他这他这只好拉上他老婆 所以这个达文博德 这个兄弟 这个团名也改了 改成叫什么 改成叫达文博德夫妇了 他绑这边 他老婆绑那边 然后关上门 然后也在那想 结果有一次表演的时候 就这个 这对业余魔术师 一直跟着他们家 一直跟着啊 就终于找出一个机会 他们抢了一个前排的票 哎 在要被绑上那个环节的时候 这对跟踪他们已久的魔术师 突然故意站起来 快速的抢在他们那个托之前上台 然后把二人的那绳子打了一死截 然后把门关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什么也没想 很尴尬啊 鼓声在那揍 没有任何的反应 愤怒的群众 要求退票 你说好通灵 好 你这打一死截 你这通灵就没了 你这灵魂 你这幽灵就干掉了 这达文波特没有办法 只好当场承认 说我们对不起 我们这确实是一个骗局 我们这与魔术 我们其实 哎呀 我们这魔术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这打截 这打截呢 就是每一次打截的时候 必须得找一个中央电视台 女主持人跟我们来打截 要不然的话 我们打不了截 啊 你这只要是个陌生人打截 我们就崴了 所以这个 我们之所以能通灵 是因为这个截打得好 但是这时候达文波特兄弟 或者说夫妇啊 他们其实已经赚够了钱 啊 他这时候又过了几天 他又反咬 他说你们对我们不公平啊 我们从来也没有当众说 我们通过灵啊 我们一直说 我们这是一种表演 啊 后来大家想一想说 是啊 他们俩好像是确实没有说过 他们是通灵 哎 但是后来 胡迪尼啊 那大魔术师胡迪尼 写那本书 后来说 说放屁啊 当时他有那个报道 他广告写的就是什么通灵 啊 大魔术是通灵 然后咱们再说 你还记得调查过 他们那个幽灵俱乐部吧 刚才我说的啊 幽灵俱乐部 或者叫鬼魂俱乐部啊 你不管你管叫什么 就是幽灵俱乐部 或者叫 the ghost club 啊 就是幽灵俱乐部 鬼魂俱乐部 他们这俱乐部是一什么组织啊 为什么后来又推了这个 维灵论一把 就是他们最开始 其实是一个怀疑论者俱乐部 他们都就是一帮 就是怀疑这玩意的人 他是一个 就是我们人类成立的 最古老的灵异研究组织 他们从1862年开始 就开始研究这些闹鬼事件 但是他们是想 从科学的角度 不得搞清楚 这波就这个 这个俱乐部啊 他是1855年 英国剑桥三一学院 啊 就查尔斯王子 后来上那学院啊 牛顿也在这学校 就三一学院 他们当时有一个组织 就叫灵异现象讨论组 没事 一些这个科学家啊 什么的 都在讨论讨论 说这个灵异现象怎么解释 后来就讨论的太热烈 后来干脆说 要不然咱们就广大会员 1862年 他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俱乐部 哎 第一批成员里的最有名的人 查尔斯迪更斯 当然还有一大票怀疑论者 还有一大票科学家 查尔斯迪更斯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啊 我说你看看 查尔斯迪更斯写的那个鬼魅小说 哎 查尔斯迪更斯写过很多鬼魅小说 而且他的小说也都带有什么呀 维灵论的那个意味 他生在那个年代 他其实就是个维灵论者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他是个作家 对不对啊 不过这个幽灵俱乐部 很多的成员都是什么呀 当时的科学家 他们当年调查完这个达文波特 这盒子之后 他们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我猜啊 有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发表看法 很有可能是什么呀 这个俱乐部里既有科学家 也有像查尔斯迪更斯这样的 为灵论者 对吧 如果要是说咱们说这个事 我们公开了 说这个事根本就不存在 那可能会让那为灵论者的 这一拨人可能会下不来台 因为肯定都是社会上流人士啊 所以可能大家就达成这么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不去戳破这种商业表演 这个东西就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然后我们不戳破 但是就在这件事情发生20年之后 有另外一位这个鬼魂俱乐部的会员 再一次把这个鬼魂俱乐部给卷到这个维灵论的这个风波里头 这个人就是福尔摩斯的亲爹柯南道尔 大家知道的柯南道尔是一个侦探小说家 他有着非常非常严密的逻辑 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柯南道尔这个人在他的早期和在他的晚期 他痴迷于封建迷信活动啊 已经到了无人可比的地步 拉都拉不回来 这个人相信一切的鬼神 中间好过一段 哎 这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1887年南海城 他就受到这个普斯茅斯啊 文学和哲学学会的这个 这有一会员啊 他叫这个阿尔弗雷德德雷森 这哥们就影响他 说给他讲了好多这个故事啊 然后他就一系列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故事 他听的哎呀 云里雾里的 然后他就这一年 他就跟着这个德雷森啊 他们俩人就参加了20多次降神会啊 然后参加什么心灵感应啊 然后跟灵媒认识各种灵媒 然后还给这个维灵论的杂志 这个light啊 写信 说什么说 我是一名忠贞的维灵论者 但是这个时候他很年轻啊 这时候他非常非常年轻 然后他说这个之前 他说他我非常相信 就是说灵媒的作用 他说我相信就是像什么达文波特啊 像什么这个福克斯姐妹啊 他们都是有真本事的 这肯定是真的 可是很快 这福克斯姐妹就让柯南道尔 颜面扫地了 柯南道尔当时已经发表了那篇雪字的研究 就是已经开始写这个福尔摩斯了 结果这个这个 他都已经成名人物了 他已经公开表态 他说我支持维灵论 结果这很快 福克斯姐妹出一事 到了1888年 这时候就是凯瑟琳跟这个马格丽特啊 他们俩50多岁了 他们俩都50多岁了 他们的这个人生啊 已经是彻底触底了 就是英国混不下去了 穷困潦倒 两人没办法 又回到纽约 然后住在一个特别简陋的一个公寓里头 这时候也没人再找他们通灵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骗子啊 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骗的 没有人揭发他 对不对啊 没有人揭发他 姐妹俩从十几岁开始酗酒 就是都极其严重的酒鬼啊 不喝酒都不能想事啊 都不能说话 俩人都丧偶 又没钱 还带俩孩子 对不对啊 然后大姐丽雅 就公开的跟这个凯瑟琳就争吵 丽雅就说什么呀 说你虐待你那孩子 你虐待儿童 要求警方把这个凯瑟琳给逮捕 然后 然后这个 说说他酗酒 把这孩子给我啊 我来养来 两个人穷困潦倒 然后这个丽雅又不停的逼他们啊 听说他们回纽约 又不停逼他们 这时候他们俩就想出一个办法 既然没有人相信我们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挣钱的方法 干嘛呀 我们就揭开我们自己的骗局 对吧 我们揭开自己骗局 这肯定还能卖钱 于是 他们就写信给这个纽约先驱报 他们说啊 我现在我们俩想明白了 我们要彻彻底底啊 我们要揭露 你们不是特别想知道 我们这次 你们不就知道我们都是骗子 但是你就不知道我们怎么骗子 对吧 我就彻彻底 我告诉你我们怎么骗子 当时这个纽约先驱报 这这当时跟这个独卖新闻 他们是一家啊 独卖新闻当时特别的高兴 哎呀 说这这可好了 马上向这姐儿俩提供1500美金 和今天就是大概4万美金啊 4万美金 在纽约最大的公共大厅 纽约音乐学院公开供述啊 就公开供述 说你们俩到底怎么搞的 哎 这搞这么一活动 然后马格丽特当天啊 这音乐大厅里坐2000多个人啊 然后这个2000多个人 然后当时啊 这个凯瑟琳精神不是特别稳定 哎 所以就是只有马格丽特自己上去说去 然后他做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告白 供述啊 就说他们到底是怎么通的灵 然后报纸广泛的报道他的故事 大部分的对话 还有这记录 就在那个胡迪尼1924年写的那本 精神中的魔术诗 那本书里头都有完整的记载 我们就不给大家列这原文的太长了 他说啊 就是当时 他们 就是那1848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们俩只是特别调皮 他们就想戏弄一下 恶作剧一下他们的母亲 他们的母亲是个老实人 很容易被吓到一惊一乍的 所以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游戏 他们在绳上绑了一苹果 然后呢 就上下一栋这个绳子 把那个绳子搁在那床的那边 然后偷偷蹬那绳子 这样那个 那苹果就老子落地啊 咚咚咚 啊 就这声 然后他们俩就上了 然后就发生了这些事 然后就把隔壁老王叫过来了 老王看完了以后 也没找上那苹果 屋子黑啊 那会儿没有日光灯 对吧 都是蜡烛 然后又没有日光灯 然后就就就也看不见 然后就还咚咚咚啊 就然后就 结果就通过这个恶作剧 这姐俩发现了一个手段 这手段是什么呀 就是 如果他们俩说他们自己是 这个通灵的话 可以获取大人的关注 结果呢 过了两天 凯瑟琳突然发现 他确确实实有一种超能力 这种超能力是什么呀 就这个 听到吧 但是呢 我得窝一下 就这个手指关节的声音 他这妹妹 这凯瑟琳 有一个这超能力 就是说 他只要动这个手指 他就能让这个关节发出声音 他不用像我这样窝的 他就 他只要动一下 他就能发出 这个声音 最开始他只能用手发 但是很快 他们惊讶的发现 凯瑟琳的脚指头 也有这个能力 而且他脚指头更方便 特别的隐蔽 没有人看得出来 那会儿的女孩都穿大长裙子 是吧 没有人看得出来 整个脚指头 他要动起来 他就只要他 他可以拧这个脚踝也可以想 他拧这个 这个 这个 就这个 这个脚踝也能想 拧这个小腿也能想 他拧哪都能想 这人就是关节嘎巴嘎巴想 他就用这种方法来通灵 然后 这就是罗斯纳先生的那秘密 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在通灵 然后后来不是因为那家里闹鬼吗 然后他们俩就被送到这个利亚家和那个舅舅家去了吗 对吧 当时利亚已经三十多岁了 因为比他们大好多了都出嫁了 没过多久 利亚就已经知道 这个这俩姐姐 这俩小妹妹搞什么了 他年龄大 他比他们聪明啊 但是呢 利亚没有说 他看到了一个商机 于是他就通过他的关系 通过他这个老公的关系 就找到了罗斯切特镇最有名的普斯特夫妇 然后跟他们谈了一笔交易 就是什么呀 那一场通灵会 利亚跟普斯特夫妇 他们评分门票收入 然后利亚就安排了这次表演 这一晚上 他们一共 就是利亚分到了150美金 和今天这4000美金 他把这钱就装到自己口袋里 他没有给这姐姐俩分钱 然后利亚决定扩大这个生意 他就开始什么呀 他任命自己成为两个妹妹的经纪人 然后去了纽约 然后开始密集的表演 然后赚了很多的钱 然后凯瑟琳跟玛格丽特 就是他会让 因为他会让这个罗斯纳回答 这个参与者的问题啊 然后就引起轰动了 对吧 但是让凯瑟琳跟这个玛格丽特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自白 就这一次的自白啊 竟然起到了一个反效果 太奇怪了 因为啊 他们俩姐妹已经带动起来 一个唯灵论的风潮了 再加上像达安波特兄弟这样的推波助澜 你想想 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了 这玩意能挣钱啊 对不对啊 虽然正常人不相信他们了 但是这个 维灵论已经到了高潮了 数不尽的人在这行当里的混饭吃呢 你这通灵鼻祖级的人物 你就这么坦白了 那我们这后边 我们怎么吃饭啊 那哪成啊 况且这个时候 也确确实实是 好多的人是在坚信维灵论的 他们都已经成信徒了 而且唯灵论当时已经全国有好多这个组织 有很多的协会 这个具体的 你可以看那期通灵的秘密 啊 你听那唯灵论那历史 那已经有那么多人在那挣钱了 这个真相就让很多人根本就没法接受 于是呢 各地的唯灵论组织就开始反弹 就舆论就开始反弹 他们开始密集的邀请 就福克斯姐妹说 你们来我这表演 然后写各种报告说呀 他们在那个坦白 他们在纽约这次坦白是假的 他们是因为什么呀 他们因为穷困啊 潦倒 所以他们编了这么一个理由 他们挣钱而已 他们其实是真的能通灵的 这件事把姐妹俩弄懵了 因为生活突然就好起来了 还是同一个方法 同一种表演 就这么拙劣的表演 竟然又好起来 又有人请我们表演了 所以大概在一年后啊 就是1889年的时候 马格丽特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 这封现实义评声明 说我撤回我当时的供述 他重申了 说我当时为什么我供述这个啊 我必须要撤销 我表达了没有根据的 不是事实的言论 那个时候我非常需要钱 哎呀 所以我就才这个猪油蒙了心了 我对维灵的我是真能通灵 我信仰是没有改变的 我发表那些可怕言论的时候 我一边发表我一边在害怕 我一边在后悔 我不对我那个言论负责 你们当我没放个屁 没听见 可这时候已经晚了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丽雅呀 在1891年已经去世了 她岁数太大了 凯瑟琳呢 紧接着1892年也去世了 之后 马格丽特一直酗酒 一年之后 马格丽特栽倒在她的这个公寓里头 然后被送到疗养院 酗酒喝太多了 不请人事 然后就一直就脑子都不清醒 然后后来去到他们家一个 他们他一个粉丝家里头 最后在他那粉丝家里头也去世了 在1893年也去世了 这三个人在三年内突然就相继去世了 慢慢的人们就把他给忘了 可是1904年的时候 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 就十多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又让很多唯灵论者跳出来 说他们三个是真正的通灵者 你还记得当年在他们家地窖里挖出那几块碎骨头吗 当时的警察是没法验证 说这到底是谁身上的骨头 所以当时这事不了了之了 对吧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 这个柯南道尔 当时这事不了了之了 但是到了1904年 就在他们家老房子不远的地方 挖出了一副完整的人骨架 当时波士顿杂志上刊登一篇文章 1904年刊登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骨架 毫无疑问 就是1848年福克斯姐妹 第一次听说的那个人的骨架 这俩姐妹当时没挖出来 但是现在就在他们家不远的地方 就挖出来了 就挖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 他们的通灵是真的 也真的有这个人 当时拥有这个房子的人 他叫威廉海德 于是他们就找这威廉海德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就在他们那个地窖的外边 外边外侧一点 挖出了整个的人类的一个人的骨架 这毫无疑问 就是那流浪小贩的骨架 对不对 那就说明什么 他们俩说的确实实话 这些报道 至少让人相信了 就是说可能真的有这个谋杀 因为有人的骨头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报道没有说明全部的情况 这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警方没有任何兴趣 警方没有做 对这事进行任何的后续调查 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不调查 当时发出来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有一位法医 在现场检查过这个骨头 他写了一份法医报告 但这份法医报告当时没有发布 到1909年才发布 才广泛发表 他的那个报告说什么呀 他说 他就是说那个 这是那威廉海德啊 那房主向我们报告 说在他们家那发现了一些骨头 但是骨头不是他挖出来的 是一帮 这个外人挖出来的 他不认识人挖出来的 说挖出来以后 然后他 这法医到现场 他说我看了这几根骨头 说这几根骨头里头有杂物 而且骨头特别的小 有多余的骨头 和一些这个骨头缺损 而且他并不是一副 完整的人的骨架 这里明显有很多是鸡骨头 这个现场所有的证据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说这是一份完整的人骨 然后他还报告说什么呀 他说几天内 他发现说家里头经常有一些什么呀 周围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 老是拎着一些大包啊 在那溜溜答答的 这位威廉海德 刚开始以为什么呀 有恶作剧 说这周围有人在那恶作剧 结果的莫名其妙的 就突然有一天 警察就来了 记者就来了 然后就说在我们家旁边 挖出这个人骨来了 说我也很懵逼啊 所以虽然没有人能解释 这骨头到底是哪来的 谁埋的 对吧 但是这骨头肯定不是人骨头 这骨头肯定不是那个 当年那油伤那骨头 对吧 有正常思维的人 你肯定都明白了 早在185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揭发过 福克斯姐妹的这个骗局了 当时有一个医生 他叫E.P.朗沃斯 朗沃斯呢 他就不相信这个通灵 他医生嘛 他就调查了这姐妹俩 结果他发现了一个事 就是说 所有的那个敲击声音啊 全是从脚底下传过来了 当他们 或者他们的衣服 跟桌子接触的时候 才会有这敲击声 所以当时这位朗沃斯医生 他就已经断定 他说这就是 玛格丽特跟凯特林 自己发出的声音 这不是什么通灵的声音 还有一位是约翰赫恩 约翰赫恩在纽约论坛报 就发过一篇文章 他也得出一个特别相似的 一个诈骗的结论 还有一位牧师 他叫约翰奥斯丁 他也声称 他说 这声音我太熟悉了 因为我也能做到 我也可以 这个关节也可以出这声音 一模一样 然后他还当众表演了这个声音 他说你看是不是这个声音 然后1851年 还是一位牧师 这位牧师叫长西布尔 他在纽约论坛报上 他也写到 他说 有很多人说 说这个声音不能那么大 说他在一个大厅里表演 说这声音怎么那么大 他说 就这个关节发出的声音 如果说 他那个裙子里头 有一个什么 那一衬是个硬的东西 完全可以当一个扩音器用 完全可以在那个大厅里头听到 同年有三位调查人员 一个是奥斯汀弗林特 还有一个是查尔斯里 还有一个叫 CB考文锤 这三个人 他们在布法罗大学检查了 由这姐妹们发出的 这个通灵声音 把他们叫过去 叫上大学里 然后说 你跟我们表演一个 然后得出结论 这声音就是脚趾 膝盖 脚踝 或者臀部 这个骨头发出来的声音 他说有一个方法 就能验证这点 就是什么呀 就是如果你要往他们脚底下 搁一个垫子 就没有这声音了 什么声音发出 是啊 你踩一个垫子 他还能发出什么声音来 1853年最有名的一次证据 一个好奇者 就是美国著名的电器专家 发明家 医生 专利审查员 查尔斯佩奇 查尔斯佩奇 因为他有钱 他是他有钱了 他是专利审查员 他自己也是个发明家 他就给了福克斯姐妹一大笔钱 说你们姐俩过来 我研究研究你们 研究完了 他本能的就觉得这事是个骗局 这个事情太简单了 这事肯定是个骗局 所以他就本能就觉得 所以他觉得不对劲 然后他把这姐妹就弄过来了 弄过来以后 他就开始观察这姐妹 说你表演吧 你就表演吧 我看看 然后佩提在他一本书里 1853年出版的一本 叫《心理的书》里头 他就写 他说这声音毫无疑问 来自于女孩的长裙们的下边 他还设计了一个模仿这女孩的一个声音的装置 就是他猜这个裙子里垫的是什么 他可以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塞到衣服底下 那个裙子底下 这样的话 他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福克斯姐妹 实际上他们是在干嘛 他们是在利用女性的身份 因为如果男性的话 可能上次说你可以摸一摸 你可以摸摸我 你摸我裤裆 你看有没有护心剂什么的 就你男的他可能会这样 但是女的不会这样的 对吧 他让你摸 你也不敢摸他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用女性的身份 把这个装置藏在他的裙子里头 然后躲避掉身体检查 然后用关节发出了声音 然后用这裙子的东西扩音 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诈骗 1857年的时候 波尔顿信使公司 开了一个500美金的一个悬赏 就是说 谁有能力揭发他们的骗局 谁有能力揭发他们骗局 我就把这个钱给谁 后来是三位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就说我们行 我们试试吧 他们三个人成立一个调查组 然后把这个福克斯姐妹弄过来 但是福克斯姐妹没能通过 这三位教授的测试 委员会得出一个结论 说什么呀 这些声音就是从骨骼和脚步运动 哎 产生了 你看他承认了 对吧 其实当年就那么多人 啊 就已经都都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了 你说这事是不是让柯南道尔吃了个憋 他刚跟这个这个light 这杂志上写一文章说 我觉得他们都是真的就好1888年 这姐妹啊 就自己就坦白了 这就让柯南道尔吃了个憋 其实本来这件事就应该翻篇了 对吧 你就当没发生不就完了吗 你那么大作家 但是柯南道尔又跳出来了 他仍然说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我不管啊 就是真的 他在1926年 他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唯灵论史》 这本书里 他原原本本的记录了福克斯姐妹的故事 然后他把那个骨头的那个事情 作为一个铁证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福克斯姐妹是真正的通灵者 当时挖出这骨头绝对是真的 啊 可如果你读过柯南道尔的书 你可能觉得会非常的吃惊 因为柯南道尔本人 他成名前他是一位医生 对不对啊 而且他是这个 他当了挺长时间的医生 福尔摩斯里的那华生医生 是不是啊 他上了都是第一人称叙述的 那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呢 他写的是侦探小说 按照他的职业水准 按照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知识程度 对吧 受教育程度 按照他的逻辑能力 柯南道尔完全不应该跟维灵论 沾什么边啊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柯南道尔晚年搞维灵论 你说他早年啊 他如果你是我们的这个这个 多数怪谈以往的啊 这个听众啊 你可能随口就能说出来 卖书呗 对吧 就想卖书呗 这个你确实说对了 当然又不完全对 早期他的写作 确确实实是靠这个卖书的 他是往那个阴谋论上靠的 其实在写福尔摩斯之前 他写了好多的短篇小说 比如他写 他自己在捕鲸团船上当那个医生的故事 他没人看 跟没人看 谁看你说 我都不知道捕鲸团是什么 你当医生 不看看 不看 不看 他写了好多的小说 都没人看 他的第一部发表的造成轰动的小说 一炮而红啊 就是那个雪字的研究 福尔摩斯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沾上了共激会跟摩门教 然后一下就火了 他自己也得到好处了 他一下就招准了自己的风格 后来福尔摩斯的故事 大多数离不开阴谋论 但值得一说的是什么 他自己本人是个共激会会员 他后来因为写这个雪字的研究啊 他导致共激会生育受损了 本来这共激会不是啥秘组织 活活让你写成黑暗社团 他自己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因为他这个共激会里的人也找到谈啊 于是呢 他自己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 他就是1899年的 不是1889年的时候 他就申请退会了 他说得了 就我也别给大家找麻烦了 可是过了没多长时间 他又重新加入共激会了 这期间又没忍住 又写了一本末世家族的成人礼 结果里边又提到这共激会 又给写成黑暗社团了 结果1911年 他就彻底退会了 他自己也有点自知之明的 彻底退会了 其实从1894年开始 他已经不怎么相信维灵论 他也不怎么相信阴谋论了 他就只是为了卖书 但是为什么晚年又突然变成 那个维灵论了 为什么又相信了 其实这跟他的 生活经历有关系 因为他的老婆 路易斯霍金斯 他的儿子 金斯利 金斯利道尔 然后他的弟弟伊内斯道尔 他两个姐夫 他的这个侄子 两个侄子 就在五年之内 突然就全都去世了 这对他打击特别的大 就五年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全是身边至亲至爱的人 全死了 所以呢他就 把自己这个 就寄情于为灵论 他就迷上 因为年轻时候 又接触过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到处去找什么灵媒啊 想办法就跟这个死者 去搞沟通啊 什么通灵啊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 加入的鬼魂俱乐部 或者幽灵俱乐部 他就这个时候加入进去的 就是你看 他想研究这个东西去 从二十世纪 一十年代开始 到他去世 那这整个这段时间 他就开始把 对他这个亲人的这个思念啊 就寄托在这个文字上 你看看他这期间写那作品啊 1912年写的失落的世界 就是那个恐龙啊 不存在动物 1912年写的这个失落世界 1918年写那个新的启示 1919年写的重要的信息 就是通灵的 然后1926年写的唯灵论史 就是你可以翻译 就通过作品 他越来越希望人死了以后 能那灵魂能留在现世 然后能跟这个人沟通 就甚至都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 荒唐到什么地步啊 我给你讲一故事 就是1917年 出了一事儿 有俩小女孩 一个叫埃尔西怀特 一个叫弗朗西斯格里菲斯 在这个英国巴拉福特 声称自己碰着花仙子了 就那小精灵啊 花仙子啊 就彼得潘那小精灵 知道吗 彼得潘那个 然后还拍摄了五张照片 这五张照片啊 我都给你放屏幕上 你自己看一看啊 就这五张照片 这拙劣的都做 这就是那五张照片 哎呀 在跟这两个小女孩啊 在心中森林中嬉戏啊 然后说谁拍呢 说这是两个小女孩 啊 这个其中这一个小女孩 的爹拍的 然后还声称 说我对上帝发誓 照片绝无作假 这照片公布以后 轰动一时啊 然后当时就有这个摄影师的鉴定 证明说这个照片 确实不是作假的 柯南娜尔 这我觉得你眼睛没问题 你怎么能看出这个照片是真的 像柯南娜尔这样的人 他竟然他确定 他说这个照片是真的 当然这有他的解释啊 有人说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想让这两个小女孩 保持同心 他可能故意这么做的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他 他可能就是已经着魔了 他1920年给这个暗宾月刊写了一个文章 然后1922年还写了一个短篇的一个小说 叫《花仙子来了》 以证明就是说 花仙子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他确实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 这个事情一直到1980年 一直到这个1983年 到我出生那年 已经年迈的 这个埃尔西跟弗朗西斯 才向媒体承认 说当时那张照片是假的 我们只是为了好玩 没想到把柯南道尔先生给弄进去了 所以他们很感谢柯南道尔先生 说让他们一生都记着 还有花仙子 就是当时好多人就解读说 可能柯南道尔是觉得 就这两个小女孩 哎呀太可爱了 就让他们保持童心吧 就到相信这玩意 已经荒唐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柯南道尔不是唯一一个 因为说亲人去世 然后就相信唯灵论的人 还有一更有名的人 大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 他也相信 他跟柯南道尔一模一样 这事比他还过分 克鲁克斯啊 1863年就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我天哪 1913年到1915年 担任这个皇家学会院长的 驮这个元素的发现者 真空管的这个发明者 对吧 然后阴极射线管 没有阴极射线管 1874年他做的阴极射线管 没有阴极射线管 那个就后边没有X射线了 对吗 就发现不了X射线了 然后这个 稀土元素 这也是他发现的 对吧 然后这个辐射纪 1873年的辐射纪 克鲁克斯辐射纪 对不对啊 他的那阴极射案管 现在还叫什么 克鲁克斯管 对不对啊 就这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 物理学家 可是1860年后期 他一弟弟21岁 死于黄热病 就突然就死了 然后克鲁克斯就完了 就终生就开始就琢磨 怎么通灵 怎么办 他跟这弟弟关系特别好 他就琢磨着 怎么跟这弟弟沟通 但是那个时候情有可原 对不对啊 那时候你科学家 那时候又不是说 这个二十世纪了 没那么发达 也情有可原 但是这1867年 他就参加一次降临会 然后他特别兴奋 他说他这个兄弟 他联一声 哎呀 跟兄弟聊了半天啊 他说对特别好 从1871年到1874年 当时他知道了 就是这个福克斯姐妹 正在那儿那什么呢 正在那儿那通灵呢 于是呢 他就想找这福克斯姐妹 说你给我这弟弟 你给我降临 然后我也做了研究 然后这福克斯姐妹 给他做了一次降临 他呢 就对这个降临的过程 做了一个研究 哎 然后最后 他向公众说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他们俩肯定是真的 他们就 他们俩降临 肯定是真的 哎呀 当时很多人觉得说 就比如说 沃伦琼斯呀 什么这个莱纳德 这个祖斯奈斯 觉得说 你还是不是疯了 我天 你这么一个有名的科学家 非常的可笑 把一扎 明显是一诈骗集团 你当成是真的 不过这次 他跟这福克斯 就是他为这福克斯姐妹 说这话 他也付出了代价 因为他最后因为协助诈骗 被逮捕 然后罚了一大笔款 但是鉴于他的身份和地位 而且他也无心之失 他可能真的相信了 就可能 赌物思人 真的相信了 所以就后来没有追究他这个刑事责任 克鲁克斯后来加入了这个心灵现象研究会 1890年他当会长 很有意思是什么呀 1890年时候他也加入了鬼魂俱乐部 跟这个跟这科南道尔他们俩啊 都在这俱乐部里头 经常这聊天 那个年代啊 那年代 那自然科学还极其原始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克鲁克斯 还有什么克南道尔这样的理科人士 就是他也会在那个维灵论里寻找慰藉 毕竟那时候没有现代医学 没有基因工程 对吧 没有现代物理学 没有相对论 啥也没有 那个时候这很 但是你想一想 其实如果维灵论是真的 那还需要找什么慰藉啊 等着不就完了吗 早晚大家都会团聚的 是不是啊 那还找什么慰藉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福克斯姐妹 毫无疑问 他是唯灵论历史上符号一样的人物 一直到今天 还有好多蠢货在相信 他们是真的灵媒 哪怕遍地都已经告诉你的证据 甚至他们自己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们的真相是什么 但是这些人仍然坚信不移 他们就是为了钱 所以当时他们说了瞎话 但其实他们真的能通灵 其实我们在通灵的秘密里 已经给过大家答案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号称 可以通灵的人 能经过科学的方法检验的 注意啊 我说的科学方法检验 不是通灵人自己定的那个 不可正伪的科学方法 说的是可以正伪的科学方法 什么叫可以正伪的科学方法 我们就在这简单重复一遍 你要想证明 通灵这事特别的简单 咱们在全世界 全世界范围内 找一千个通灵师 然后让他们在独立的情况下 判断咱们随 咱们提供的这几个房间 是不是有鬼 如果有的话 哪一间有 哪一间有 如果一千个通灵师 都说同一个房间有鬼 那我们可以证明 这世界上有鬼 对吧 那好 那现在下一步咱们进去 让他们跟鬼沟通去 出来之后 你给我描述这鬼 这鬼干什么 生前干什么的 穿什么衣服 长什么样 如果一千个通灵师 描述全都相同 那我完全可以确定 这两件第二件事 人是可以通灵的 所以就这么一个试验 就可以证伪 对吧 鬼是存在的 人是可以通灵的 这试验 别笑 不是我设计的 这是著名的怀疑论专家 詹姆斯兰迪 他设计的 他有钱 他不光设计了 他还弄了一奖金 他那试验要求 远远没有一千个人那么多 完全没有我说这么苛刻 只要你认为你可以通灵 你随时可以找他报名 现在都有效 只要经过他的盲测 你立马拿走一百万美金奖金 而且这笔钱 现在我那天查了一下 2018年已经涨到三百万了 现在你可以随时 把这三百万美金拿走 不过从他公布 这个悬赏到现在 不光没有通灵师通过 连报名的人都没有 就是到现在 他一个报名的人都没有 这网站现在就在网上挂着 那么多人会相信 真正 对 肯定有人会说 那真正通灵人 不会向你去证明 这个他自己的 然后还做什么测试 你去 能去参加测试 肯定都是假通灵师 其实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因为什么 因为真的这通灵师 都忙着挣你们这些蠢货的钱 他们挣那钱远远高于三百万美金 何必冒这险 去戳穿他自己 对不对 所以 蠢的不是那通灵师 通灵师都聪明了 他们肯定不会去参加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通灵姐妹与通灵兄弟 福克斯姐妹和达文波特兄弟 其实这福克斯姐妹和达文波特兄弟 都在我们之前 通灵的秘密那篇里头已经出现过了 当然我们今天的 当然因为那是给大家讲维灵论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个简单提了一下 今天我们这两个故事拿出来 仔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这段故事非常的曲折 对吧 连克鲁克斯跟科南道尔这样的大家 也会在 因为这个个人的感情 也会在这里头迷途 不管你在哪平台听我们的回播 欢迎你多评论 多点赞 别敲目单的 别敲目单的 不要一听完马上就关了 龌龊 下流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把时间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 我和我一人一年之后 我们的时间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 不介络 就是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